圣盖博士市议员廖清禾到场祝贺并颁发荣誉状给艺术家王华。 埃尔蒙蒂市副市长也特意为艺术家王华制作了荣誉证书。 中国剪纸是中国古老而富于传统的一门民间艺术,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 2009年,也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 王华先生来自中国广西,为中国民间艺术家、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 2018年,曾在美国洛杉矶成功举办个人艺术作品展, 曾被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授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使者荣誉称号, 是中国文化部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专业委员会会员。 王华剪纸艺术出版并进入阳光校园,该书收录了王华的代表作和最新创作的作品, 把中国传统艺术剪纸的精髓呈现在孩子们面前, 也给洛杉矶的中国传统艺术爱好者带来了精彩的艺术享受。 王华也表示,想通过这样的艺术交流, 把传统的中国剪纸艺术传承给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, 让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。 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剪纸艺术的一个传承人, 我希望我能把剪纸带到海外去, 能让我们更多的孩子,更多的华裔的孩子,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, 能把我们这个剪纸传承发扬下去, 这是我们最希望的, 因为整个中国的剪纸来说, 它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很骄傲的一个传统艺术, 它走进了千家万户, 而且它要走出国门, 同时的话剪纸它列为世界级文化物质遗产, 我们作为中国的子子孙孙, 应该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一份艺术, 剪纸艺术发扬光大。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